大家好,大家好,午安 今年第六号台风米克拉的暴风圈 持续笼罩在金门地区 因此气象局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警戒区包括金门以及台湾海峡北部 从台风路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中午11点的位置 台风中心已经来到了金门西方 大概110公里的陆地上 金门仍然在其暴风范围的边缘 而且风力上还是蛮大的 过去三个小时 金门侧站仍然持续侦测到十级的强震风 因此气象局仍然要提醒 在中午前后 金门地区的民众还是要留意强风 以及间接性的大雨的发生 而从路径上也显示 这个台风呢 未来会逐渐的往北北西方向前进 暴风半径呢 有机会在今天中午过后 逐渐脱离金门地区 以及台湾海峡北部 因此气象局可能考虑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解除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 今天下午在本岛地方 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风力上还是蛮大的 包括澎湖 其实还是有出现十级的阵风 在东极岛 南部的沿岸跟东北部的沿岸 今天中午还是有六到七级的阵风 还是请大家要留意 而且在七美的浮标 跟弥陀佛浮标 浪高都还是有两米到三米左右 沿海的风浪呢 还是相当的大 请大家暂时避免前往海边的活动 而降雨的部分的话 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来看到 目前降雨的状态 从雷达回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台风逐渐的远离 进入中国大陆了 但是外围环流带来的 相当多的南方的水气呢 持续在影响了台湾地区 东半部跟南部 在过去这段时间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雨 像高雄有些地方 十余样有来到四十毫米 是局部短时大雨的等级哦 中部跟北部目前的降雨 并没有很多 但是我们预期在中午过后 会有明显的午后热对流发暗起来 因此我们预期在中部以北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 桃园地区 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 可能中午过后 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那针对南部跟台东地区 我们也发布了大雨特报 在屏东县跟台东县 还是持续有豪雨特报的发布 因此请大家要持续注意 这样子不稳定的天气 最后我们要提醒 虽然气象局准备要在下午的两点半 解除台风警报 但是现在在中午前后 金门还是笼罩在暴风圈当中 因此强风好远还会持续 而在台湾本岛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还是持续有间歇性的强风 跟间歇性的大雨 所以请大家这段时间 还是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 也必往前往海边活动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感谢观看